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 说到全景天窗 不少人都想过把瘾 全景天窗可以带来更加通通的驾乘体验 空间感更加敞亮 尤其是在繁星点点月光如水的夏日夜晚 在车内就能欣赏浪漫的夜景 所以全景天窗的优点就很明显了 但是为了避免因一时头脑发热 配置全景天窗后感到后悔 对于这些缺点 还是建议你试着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弄清什么是全景天窗 相较于普通天窗 全景天窗面积更大 更有甚者将整块玻璃都作为车顶 进而一览车上方的景象 我们可以按照天窗面积来划分 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 前者采光面积 近于0.2-0.3平方米的范围内 后者则基本上超出了0.5平方米 还有的甚至达到了0.8平方米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景天窗的缺点 尤其是在夏天 暴晒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时候就需要加装这阳连 但如果下车时忘记将车压连关上 车内就会经受高温暴晒 内车的老化速度后多快 再就是洗车保养问题了 对于四边都是娇小和倒轨的全景天窗而言 清洗的时候就更难以清洗到位了 一旦污垢没有清洗干净 美观度就大把折扣了 所以在后期维护保养成本上 加装有全景天窗的车辆成本更高 还有噪音问题 想想看高速行驶是呼啸的风声 还有暴雨时那噼里啪啦的雨声 你真能忍受吗 相较于玻璃车顶 铝铁车顶在隔间性能上 可是要好得多 毕竟人家还能加装一层隔音棉 盘点了这些缺点 并不是想要诋毁出全景玻璃怎么不好 只是让大家知道 这么些缺点之后 结合自己对超大视野的迫切需求 进行权衡对比 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 另外如果确定全景天窗就是你的最爱 一定要选择原厂加装全景天窗的车款 后期加装的话 是没办法通过车简的呢 ���递递递递递途